愛是對的 你就對啦 你都想陪我 直到陽光回來 拜拜寂寞 拜拜無奈 最近很常聽他的歌 徐若瑄好想你 Dosh De Dosh De Dosh De什麼意思 就是為什麼 Dosh De 對不起我日文不 日文不 沒有沒有 就為什麼會 是這首最近 沒有我無意間在網路上搜尋到他的這支MV 然後我發現他的MV的那個場景在大湖公園的游泳池 然後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那個游泳池 我覺得那個地方很舒服 然後是開有很多很棒的設備 然後剛好我的《寂寞好了》的那個拍攝的故事也有游泳池 然後我也很愛游泳 然後呢 就看到徐若瑄在游泳池裡面 然後穿泳衣 然後就覺得 哇好性感喔 哈哈哈 你根本講前面撲那麼一樣 Ending才重要 好沒關係 OK了 OK了 沒有啦 我覺得重點是因為這首歌 好聽 真的是在想一個人的時候 聽的歌 對啊 然後就是我聽到也覺得 有雞皮疙瘩 所以就最近在聽這首歌 覺得很好聽 發光的謙虛 像一顆星星 你創作非常非常多的歌 然後快樂的其實多一些 但是這一首其實是蠻 雖然你負責是作曲的部分嘛 可是它那個整個的氛圍喔 是很寂寞 很 比較悲傷的 需要被撫慰 對啊 因為 原本這首歌要被寫成的感覺是台語歌 原本我是要把它寫成 那個副歌是 誰人被出嫁 誰人被出嫁 原本要這樣 誰人要出嫁 嗯哼 那就是比較那種 台灣民謠的感覺 小品一點對不對 小品 對對對 原本是要這樣的感覺 可是後來 就有決定說 其實 如果能夠把它寫成一個 比較像是說 一個人在 打拼 一個人在承受工作壓力 一個人在 痛苦的時候 然後很多情緒 跟 累積的負面能量 不想要讓 愛人 或者是 關心的人 或者是家人知道 嗯 然後一個人在那邊 泡麵 就是泡泡麵吃 然後泡麵變涼 然後突然一封簡訊 媽媽可能問你說 兒子你今天 有沒有好好的吃一頓飯 或者是不要再吃泡麵了 雖然沒有錢 可是 可是 這樣身體會不好 然後那個感覺會 在你看到 發光的簡訊的當下 然後 情緒會 會 湧出來 就會 就會覺得很 很安慰 然後 同時也會覺得很難過 我每次 自己聽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 每次聽完 最後一句那個 挖愛裡 就是 我整個就是會 雞皮疙瘩圈起來 對啊 然後 其實我覺得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 其實我現在的狀態也是這樣 就是我在外面工作或什麼 遇到很多狀況 然後也有很多 或者說 我要承受的壓力 或是一些挫折 那這個東西 我得要自己消化 要自己內化 因為我不可能 去跟家人講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 如果說真的講那麼多 其實一方面真的是讓媽媽 或爸爸就擔心 現在狀況到底是什麼 這當然不是說什麼事情都不要跟家人講 只是說 這部分我如果可以自己消化的話 那我就自己就概括承受 就是我覺得負面的能量或什麼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生活都已經 常常會覺得很不開心或什麼 人家也不要去告訴對方 對啊 那就變成說 常常會自己內化 然後這樣消化掉 所以就會非常的 聽到這首歌就會非常的有感覺